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皇帝来民间体验生活 却阴差阳错失忆最后娶了老板娘回家的故事 龙凤殿 话说郑德皇帝朱后照自打出生到现在都生活在皇宫里 这让他一度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 先帝呢,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于是专门为他见到了一条百姓街 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各色各样的人物 可假的就是假的,朱后照早就受不了了 为了给大臣们一个下马威 他直接抓了三位大人丢到了天牢 这时,皇太后又开始张罗婚事 坦白说,公主的身材是真的好啊 但是这颜值就有点匹配不上了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朱后照更加坚定了自己想出宫的想法 由于他早有预谋 所以天牢里的三位大人也被要挟一同上路 酷爱凑热闹的郡主也一起去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皇叔宁王早就定上了皇位 再说回朱后照里边 江南一到他又领略了不少的生意门道 为了出行更自由 朱后照故意把郡主给丢在了路边 毕竟是第一次出宫 很快他就被小贩骗走了所有的钱财 这下好了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刚好啊 这时的丐帮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抢鸡山的游戏 在这里我觉得可以简称为吃鸡啊 然后朱后照等人就混了进去 那和想要吃鸡的乞丐实在太多 而三位大人又被指定不能帮忙 最终在一片混乱下 鸡山倒了 等到朱后照醒来的时候 他居然失忆了 其实三位大人不是没有行动 只不过他们很尴尬的救错了人 没了他人的助攻 那么女主凤姐也该正式登场了 因为一晚面两人正式结缘 而后朱后照又用自己的三脚猫功夫 踢他出头 凤姐一看这人虽然脑子傻了 但人挺使称啊 于是就把他留了下来干活 大家伙一看到老实人就忍不住欺负 不过朱后照不在乎这些 他只是他心里想要帮帮凤姐这个人 虽然朱后照人是失忆了 但是味觉没丢啊 很快龙丰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龙 生意那就一个好啊 但这引来了对面饭店的嫉妒 就是这么巧 在宣布下战书的这天 对面饭店居然设计出了一模一样的菜单 凤姐知道后当机立断 立马准备查出这个内奸 结果内奸没抓住 却把先前的小贩引了过来 不过这不是没有收获 至少拿回了玉玺 而那个菜单根本就是个大乌龙 由于当时出手太快 朱后照一不小心 错把菜单设了出去 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主角光环了 朱后照和凤姐 作为拥有主角光环的两个人 自然得打败对方不是 那不知不觉 凤姐和朱后照之间 有了爱情的火苗 可对方饭店并不肯善罢甘休 于是故意整了很多花样 什么菜里有蟑螂啊 菜里有蜈蚣啊 好在朱后照够机灵 不过最终他还是在了 而且是死刑的罪 斩首失忠的当天 三位大人也刚好在现场 于是他们立马飞身救驾 可凝王又岂会轻易放弃皇位 还好朱后照在关键时刻跳了出来 他用一直佩戴的玉笔 召唤出了锦衣卫 其实他根本就没失忆 这从头到尾的一切 都是为捉住凝王布下的一个局 最终 当然是朱后照赢得了胜利 得知真相凤姐很伤心 原来朱后照一直在骗他 影片的最后 朱后照亲自上门道歉 并表明心意 希望能够与凤姐白头到老 但凤姐在她爹临终前曾发誓 殿在人在 殿王人王 好在朱后照集中生智 直接把龙丰殿搬到了皇宫的百姓街 这样一来两全其美咯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古装无厘头 不知道你看的可欢乐吗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